新赛季NBA常规赛终于拉开章目,节目战上凯尔特人队105比87兴趣费成76人队,然而凯尔特人虽赢来大胜,他却让人失望透顶。 明年夏天恐拿获大合同,现在后悔离开章目斯了吗?此人正是凯尔特人的单下球星凯尔欧文,这场比赛欧文全场14投只有2中,3分球8次出手只命中1球,另外还出现3次失误,只贡献7分7助攻。 对于欧文这样的球星来说,这样的表现实在不能让人满意,看上去他依然在进行恢复和寻找状态中,好在今天卡图姆状态神勇,替补习商的罗奇尔和莫里斯也有不足表现,否则绿山之争,未必能将比赛拿下。 在去年夏天,欧文做了一个重要且关键的决定,那便是希望骑士队将自己交易出去,最终他和詹姆斯之间从队友变成了对手。 客观来说,欧文上赛季前半段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,然而因为伤病原因,他错过了常规赛后半段以及今后赛的比赛,显然这次伤病也给欧文造成了巨大影响。 本赛季对于欧文来说至关重要,因为虽然他的合同,直到2020年夏天才到期,但他几乎可以肯定会跳出合同,追求一份新的试约合同。 只是如果欧文不能找回昔日东部第一空位的风采,想要拿大合同可能真有点悬,毫无疑问选择离开,詹姆斯是很需要勇气的,欧文想要成为一支球队,得真正核心证明自己。 可是如今的塔图姆已经有了一名圈,明星球员的前置,霍福德和海沃的也都曾是全明星,替补席上还有罗奇尔跃跃欲试,再加上这些年有太多球员在离开詹姆斯后状态和表现直线下滑,使得人们不由得为欧文感到担心,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会怀念曾经的岁月,将来是不是会为离开的选择而后悔呢? 我们下期再见